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纽纤维维安 欢迎来到我的杜维花园 今天我要准备的花盆 就是所谓的造型花盆 那造型花盆里面有 动物的一只蝸牛 和一只乌龟 超级可爱 然后呢 也有所谓的 娃娃鞋 还有红色的高筒靴 其实花盆不一样 不是传统花盆 我觉得种起来多肉 感觉也会完全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今天 就是要利用我这个人形造型的花盆 来种我的多肉 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我们的 人形花盆哦 今天我们的人形娃娃 看起来有点像男生 没关系 我们今天把它打造成女生的形象 好 那 这是今天的多肉在这边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一样 我们要放上我们的扶石 我把这个洞口给堵住 那我顺便把它这个花盆也装满土 土都装好了 首先我们来做人形娃娃的头发 好 那我今天选用了就是我们的 宜心草 彩虹宜心草 先把它放上去 有垂吊感 那我准备 把玉缝来当它头上的花朵 两颗 可以来一点点别的 薄化妆 点缀一下不同的颜色感觉 宜心草 在这边 你现在还要进去 要不要把玉果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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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头顶的部分现在就完成 看起来有没有像像是一个女生的感觉 有了 因为头发会往下 那一心潮它会慢慢的一直往下长 所以没有问题 那接着就是它手上的捧花 放上一颗粗链 这是最美人 没有醉化的最美人 好就它摆在边上 女星 漂亮 女星 很旧 西丘丽 这个旁边一圈我要用薄化妆来点缀 薄化妆 想把它换个位置 到前面去 好 到后面来 到后面来 就是 那大致上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又把这边加了薄化妆的前面 那现在近看 是不是像一个女生 好那我想要让前面也有垂吊感 那我现在就要放上我的佛珠 好了 好 好了 终于完成了 我们完成我们的人形娃娃的造型 可不可爱 好可爱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买一个人形娃娃 那做造型 这就是它头发 然后大概几个礼拜以后 它就会慢慢长下来 但是切记日照一定要足够 好 那我们当然要等 三到五天之后再给水 然后日照一定要充足 哎呀我们的人形娃娃好可爱 由小男生变成小女生 好 就是这么的简单容易 大家不妨可以动手做看看 用垂钓型来当它头发 真的是蛮可爱的 好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并分享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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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谢谢